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啊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英俊秀 我是邱英俊 本节目由幽自来 水线水润精确原液特别播出 这个首先啊 考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知道咱们中国的国球是什么吗 有说平凡球 有说羽毛球的是吧 其实都不对啊 咱们的国球是足球 国球嘛 只能在国内自己玩的球 这届世界杯也不例外 是吧 人家依旧不带咱们玩 今年呢又是这个世界杯年 手机上这个应用 你看也紧跟形式 现在一搜索 出来很多的都是关于足球的游戏 什么掌上世界杯啊 什么手指足球啊 对吧 前一天我在办公室 拿着我那个苹果5S 玩这足球 这会儿实习生小超进来了 东北人 就是 整杂呢 哎呀嘛 踢球呢 给我玩会呗 我说你这孩子 又蹭我这手机玩 你那个诺基亚该换换了 知道吗 啊 那玩不了 啊 这样吧 今儿啊 不给你玩了 激励你啊 好好挣钱自己买一个 啊 小超一听这话 不爱听了 球老师 你这瞧不起人啊 这你那个苹果是好 但我这个诺基亚 我遭样能玩足球啊 小超啊 你那个诺基亚 还是黑白瓶的了 你怎么玩足 你玩一个 玩一个我看看 再看这小超 不慌不忙 把那诺基亚往地一扔 飞起脚踢出去了 杨子扔在对面 一接球 啪 又传给了小超 老师一二过一 敢这诺基亚 结实都这么用 前段时间还有一消息 说这个马云 进军这个足球了 这我倒是挺期待的 期待他能把这个 支付宝这种模式 带到中超 今后再看球买票 咱都用支付宝 要觉得假球 可以投诉退票 到时候加油口号都能变 球迷们在看台喊 亲加油踢哦 要不给你个差评哦 而且啊 据说这个马云收购的啊 还是中超最有实力的 恒大俱乐部 啊 那是不是今后 这个恒大队 就得改成什么 淘宝队 支付宝队 阿里巴巴队 啊 今后那队歌都得改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是个快乐地球员 看了这么多年的中超啊 实话实说 阿里巴巴 我是没看见 四十大道 我可见了不少 赌球啊 踢甲球啊 黑少啊 层出不穷 在这还给大家报个料 我们这八零后老艺术家 赵大爷 曾经跟人赌过球 当然不是那玩的特别大的啊 就跟朋友玩 也算是小赌一情 啊 赶上比较好看的比赛 赵大爷就跟周围的人 打个赌 这不那天吗 赵大爷 于丹 杨仨仨人 在赵大爷家聚会 吃了半截饭了 电视上演了 利物浦跟契尔西的英超比赛 赵大爷一看来精神的 各的一个 咱们比拼吧 下一周 我告诉你啊 利物浦板赢 行了行了 吃个饭 哪这么多事 来来来来 来一局来一局 咱也别来大的啊 来一百块钱 呀呀 咱压吧 来来来 人家一看别扫了兴致 你压谁啊 我压利物浦 利物浦赢 那我们压七十七赢 你放心 七十七板赢不了 咱看着吧 看了九十分钟比赛 七十七三比一赢了 赵大爷一人给了一百块钱 脸上可就不好看了 这会儿他老婆过来 看见赵大爷想乐也不敢乐 赵大爷急了 啊 没见过赌球赌数了是吗 看嘛 再看他媳妇乐了 见识见过 可是没见过赌重播的 以前啊 咱们国内的联赛啊 投资球队的呢 大多是房地产企业 现在啊 慢慢的都转变成了这高科技的企业了 这说明咱们国家的经济呢 也在开始慢慢的转型 啊 我们也是希望 随着这个投资的不断雄厚 啊 今后咱们也能在这个中超的赛场上 看见梅西啊 C罗呀 这些个巨星 啊 要说我还是很喜欢看黄马啊 什么拜人啊 这些个巨星云集的球队 不是因为球踢的好看 那是因为你要离开了球场 你上哪儿看一帮亿万富翁们 在草地上连滚带爬 鼻青脸肿啊 以前我爸啊 总反对我在家看球 你说有点工的干什么不好 看赵干嘛 他总反对 我就跟他说 我说您知道吗 哎 您就看看 就场上这些球员 身价加一块 在咱们市里买一个楼盘 不成问题 知道吗 我爸听 别找乐 这几人能那么趁钱 我才不信了 说着呢 这比赛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裁判员跑着跑 抽筋了 摔倒了 几个球员上去把他扶起来 这会我爸说话 哎呦 看来还是真有钱 居然敢扶摔倒了的老头啊 要说这足球啊 确实是百看不厌 无论是球迷还是非球迷 都能从这个足球上得到很多快乐 足球是圆的 足球场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正因为足球的这种魅力 所以才成为了世界第一运动 足球能让人理解什么是合作 什么是团结 什么是弃而不舍的体育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就来聊一聊这牵动着亿万人神经的足球 要说这足球啊 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呢 绝对有它的道理 首先咱们从这个球迷的角度来说 您花钱看球 比看其他的比赛值得多 花好几百 买张足球赛的票 保证您能看90分钟 对吧 赶上90分钟 不分胜负的打加实赛 能看120分钟还拐弯 再赶上踢点球 对吧 一个队踢个200来个点球 您这一天待那都行 对吧 可同样花好几百 看田径就不如看球了 看短跑 啪 枪一响 嗖 这人跑过去了 这张票就完了 这还是运气好的了 08年于丹老师 边瞎话请假 自己掏钱买这个高价票 上北京看奥运会 110米蓝的比赛 结果那刘翔连跑都没跑 比赛就结束了 最坑人的啊 是花钱看那个F1的 这是最坑人的比赛 花好几千亿张票 坐那等半天 这方程式赛车 搜一下过去了 好几千块 合着我就演了一个高速的摄像头 另外这个足球运动呢 比其他这个球类普及 啊你看这足球 两米多高的 他也能踢 一米六几的也能踢 胖子能玩 瘦子也能玩 对吧 马勒多纳 一米六八 梅西一米七零 贝利一米七四 则有人说 这一米六八到一米七五 那是诞生球王的高度 相信在座的很多男士啊 小时候也都梦想过当这大球星 啊 因为每个男孩都想成为英雄 足球呢 正好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能让人获得胜利的喜悦 啊 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 没足球怎么办 什么东西都能踢 对吧 那有什么弄个瓶子啊 弄个罐都能踢 你还别说 好多这大球星 包括球王贝利 马拉多纳 据说也都是在胡托里 踢这塑料瓶子 一拉罐踢出来的 但是在咱们中国呀 却很难培养出这样的 世界级球星 因为什么呢 等一上学 那作业还写不过来了 哪个工具踢球啊 所以根据这个思路 要想让咱们中国足球 快速提高 甚至几年之内就独步世界 我有一招 就是建议高考考足球 每道世界杯啊 很多球迷的生物中 都会多少点紊乱 你像这次巴西世界杯 我估计不少球迷啊 都会按照这个巴西的时间 来调节自己的作息 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呢 还是得以这个学业为重 不能因为看球耽误学习 你像赵大爷他们儿子 班主任就特负责 跟同学们语重心长 同学们 这个世界杯啊 是要开始的 可你们啊 不能熬夜看球 休息不好 影响学习啊 等星期天 看重播不是一样吗 赵大爷儿子站起来 老训 看重播怎么能一样呢 那二混跟偷混能一样吗 老师给气的 你这个同学啊 你就是强词夺理 那世界杯有什么好看的 又没有中国队 有什么可看的 再看赵大爷儿子 老训 要是有中国队 我们就不看了 我记得那会儿啊 高考复习的时候 我爸妈直接把那电视信号 给我掐了 可是那天呢 正赶上 天津队队北京队 精金得比 那会儿我做屋里复习 心里跟长草一样 不过别看我没看直播啊 但是我能知道笔分 转天跟同学一聊 昨天那比赛 虽然我没看 但是我觉着 咱天津队 三比二 赢了 你没看电视 你怎么知道笔分直播啊 但是我能知道笔分 转天跟同学一聊 昨天那比赛 虽然我没看 但是我觉着 咱天津队 三比二 赢了 你没看电视 你怎么知道笔分呢 你看啊 我听见了 我们家楼上 鼓了三回掌 摔了两回酒瓶子 这球迷的行为啊 很多不看球的 可能感觉特别不好理解 尤其是家里的女士 貌似啊 很多这个女士 都跟自己这个球迷老公 发生过争执 你看赵大爷两口子 就经常为这事吵架 习不急得快哭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老赵一天到晚就看球 一战世界背 跟打了几鞋一样 这些我就不说了 那孩子功课你也不管 有你这样的吗 上回孩子考试 得了一个零份 零份让你遣字 你居然在那零底 写了个好球 有你这样当家长的吗 行了行了 你别嚷 我改还不行吗 回头我辅导辅导孩子功课 你辅导嘛 你辅导嘛 你要辅导把孩子都带了坏了 上回学校考试 考九十减四十五等于多少 咱那孩子可你学的 写等于下半场 赵大爷当时就记得 这可不像话 这写的可不对 怎么能等于下半场呢 那背不住还有假实赛呢 有人说了 那要是找一个 同样是球迷的老婆 是不是就没这矛盾了 也不尽然 杨子他老婆是球迷 但是杨子也没过上 幸福美满的生活 刚结婚时老婆问他 这老婆是意大利的球迷 问杨子 杨子 问你个问题 你喜欢拖地吗 杨子一想 拖地 罗马王子 职业生涯都献给了罗马了 忠贞不渝的典范 看来姑娘这是考验我 我请拖地 我太喜欢拖地了 所以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 他们家的地都是杨子拖的 虽然咱听的是个玩笑啊 但是有时候婚姻爱情 确实也跟那足球一样 按我们那十一生小超 上大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足球 天天踢 一个星期不见女朋友 不想 三天不踢球 浑身难受 久而久之 女朋友对他就失望了 好几个月不联系小超了 就算是默认分手了 结果那天 小超正踢球呢 看见曾经的女朋友 跟别的男生 手拉手 走过来了 小超当时就急了 你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这首发队员还没下场了 这个踢补你就换上了 有人说了啊 说不去这个现场看球 你就真的理解不了 这是一项多么火热的运动 就拿咱们天津来说 水滨局场 泰达大球场 好几万人一起呐喊助威 到了国外 巴塞罗那的诺坎普 黄马的伯纳乌 曼联的老特拉福德 这些球场都是局势文明 但是现场看球呢 必须要注意是文明观赛 上次我们组几个人去看球去 回来之后大家都不理羊子了 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回事 怎么都不理羊子了 能理他吗 我们这看球了 他拿那矿泉水瓶子砍人裁判 像话吗 我这裁判就算判的偏 也不应该这样 文明观赛嘛 哪能砍裁判去 砍着了吗 没砍着啊 不行算了 没砍着啊 就别不理他了 废话你这是什么呀 就因为他没砍着 我们才不理他了 我也去过现场看过几盒球啊 说实话 真是特佩服那些个职业球员 好几万人呐喊 站着呐喊 要一般人 故意当时腿都下滩了 所以我就想 自己这种普通人 其实没法跟人家职业球员比 但是我们这个赵大爷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自己跟齐达内 不光被投形象 技术也差不多 赵大爷最大的梦想 就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所以曾经啊 报名参加过一个 街道的业余足球队 可是赵大爷属于 隐大技术差的类型 传球接不住 点球射不准 跑得还没有编才快了 教练终于是忍无可忍 被赵大爷换下来了 但这点球迷高喊 赵大爷回来 赵大爷好样的 赵大爷感动的 泪流满面 走到教练面前 教练 你看看 球迷们都让我挥了 让我上场啊 教练说了 你睁眼看看 那是对方的球迷 要说啊 今年这个夏天 来的是格外的早 而且温度呢 也比往常是出奇的高 不只是天气啊 人们的心也早早就沸腾起来了 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 甭管是爱足球的 不爱足球的 进世界杯的 没进世界杯的 无一例外 都在这个夏天 投入到了足球的热情当中 我那搭档杜沁 前两天还跟我说了 说没空来英俊秀了 准备跟男朋友飞到巴西 看世界杯 你瞧人这热情 咱这样 请杜沁一上来 跟大家聊一聊 有请杜沁一 哈喽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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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了 哎呀 那个走过路过 不要错 你稳住了 穿着这身衣服 你是 这到了巴西 你胆子给谁加油啊 哎 不管我去看哪个国家比赛哈 但是我的心中 都有一个中国足球梦 哦 那这么说 这2002年日韩世界杯 你也去给咱们中国队现场加油 好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跟我的小伙伴们 在我的客厅里面 一起看这场比赛 真的 我记得啊 2001年中国队主场迎战阿曼 第36分钟的时候 李铁从左路起高球 高球 李肖鹏投球摆入进去 郝海东抢下了球再次摆渡 此刻杨晨和于根伟双双抢下了落点 最终由于根伟倒地顺门入网 球尽了 最终中国队凭借球 一比零击败了阿曼 提前两轮获得了世界杯的出现权 哎 行了行了 别激动了 别激动了 我看你比起球的累 是 别说你这个对当时的场景啊 回忆的还真是熟悉 那是 当时确实是举国上下的都沸腾了 哎你喜欢足球吗 我当然喜欢足球了 我姓球 而且我不光这个喜欢看球啊 我还经常这个解说足球 真假的 哎今天呢 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啊 我们中国足球先生 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足球梦 有请 郝海东指导 有请 你好 你好 郝志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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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呀 其实啊 今天请到这个郝海东指导 非常的荣幸啊 首先我也知道 郝海东指导 最近参加了我们天津卫视的一档节目 叫中国足球梦 是 也是作为这个总策划啊 您参加这档节目 有什么体会 还是让孩子能喜欢上爱上足球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的小孩 还是更多的在合作前面 游戏机 手机上 真正的运动的时间可能少了一点 因为这个节目呢 我跟这个董路老师来作为解说 从这个前几场比赛来看啊 都是被对手进的比较多 可能您职业生涯当中 没被灌过这么多球吧 没错 应该说这些孩子们 他们真的 不是缺少足球技能 应该说缺少运动技能 像我们可能一开始 这些小孩 都已经可能不愿意到场地上 您想当中 孩子们对于规则 也不是特别的明白 他根本就不知道 经常去拿手 守门员看着球 他不去拿这个球 那干嘛 就是他在愣着 然后这时候 这个腾儿老师就喊 拿手 拿手 结果 守门员没拿手 对 对 那个队员都去拿手了 那么郝伟东知道 您是从多大开始练球的 我不是说练 如果是我喜欢上足球 走上足球这项 职业的这条路的时候 应该是受父亲的影响 那么最早可能小时候 当然这是我父亲说 我自己应该没有印象 比如说五岁左右 他就会拿一平方球 让我踢一踢 然后真正开始踢 应该是从上小学 上了延安二路小学以后 那么有校队 那么在校队里踢 回了家 父亲利用 比如说星天 带自己去到学校里面 或者空的场地里面 去教自己踢踢 但是就是十岁 十岁到了八一队 是真正的从事了足球的专业了 那么十岁自己就当兵 到了八一队 开始的自己的足球生涯 那当年好像 这个八一队应该说是 很多运动员的一个梦想 就是能进入到八一队 那就了不得了 因为可以穿军装 而且可以拿军贴 我十岁就挣工资了 一个月七块钱 白吃白住 当时在八一 一天火吃在一块 牛奶随便喝 那八零年 从八零年开始 十岁当时就算军龄了 那您的标准 您感觉什么样的小孩 他是比较适合踢足球的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 足球没有标准 你看足球场上 没有说身高多高 体重多重 完了这个高矮胖瘦不分 你再高再低 再胖再瘦你都可以踢 重要的就是 要有运动的天赋 你首先要能运动 完了对足球的感觉 你要闻得到 这个足球是要去哪 这个东西就是运动的天赋 就像有的人可能 他天生 他对色彩有感觉 是吧 像你们做电视的 可能对镜头感有感觉 所有的这些 最终 要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还是需要天分 天赋 您看我适合踢什么位置 梁子曼 是不是 我的感觉你还是应该在场下加油比较适合 在学校或者什么有运动吗 运动运动 我知道我知道 你最大运动是眨眼皮 对 那您说说什么叫能运动 就是协调 像你刚才做几个 你可以做但是你有点硬 但是他 那我来个标准 对对对 他基本上你你你不能这样啊 基本上是这样 是吧 哦 要要 这个是啊 要在这个足球当中是锻炼 你你回来 你不要跳过了快回来了 这在足球当中是是锻炼什么能力呢 就是协调性 这是准备活动 很简单 很简单 就像这样的话 像 对我们的小孩儿 孩子都是一种挑战 因为他们没有过啊 那我现在练足球还来得及吗 呃捡个球应该没问题 哈哈哈哈 再往前踢就我估计 那那那您看得不合适不合适 我您来高抬推跑 你先把肚子收回去 对 呃 你看你基本上要 保持住你不能挺着肚子 那这么 哦 你基本上对啊 还是应该啊 别这样 来来来来 预备走 哈哈哈哈 OK 这是如果一般的名字协调性 我就做个这个可能 这小孩儿都很难 他就不行 你人家是点两脚啊 老师是再来一遍 他没看见 他演小 是是 哦 你是在说我吗 你不点两脚啊 你这半身不随 你可以坐一下吗 好了 呃 杜庆怡 不是很容易 你看着总是很容易 杜庆怡 我感觉 会会有一些标志 我们将来如果要真能上场 我们的主要作用就是干扰一下对方球员的心理 我想说一下啊 大家肯定觉得我俩是在演的 为什么这么简单一个动作做不出来 我告诉你真做不出来 我我希望有有观众的话也可以上来试 哪位可以跟郝海东指导来学一下这首 没关系 就这个戴眼镜的来 一看你就踢足球 下来 下来 哎真不行 刚才那动作 请郝海东指导再给他示范一下 就是 就是两下 预备走 是不是很难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谢谢你啊 啊谢谢啊 中国足球靠你儿子了啊 你是没戏了 你有女朋友了吗 嗯 还没有为了中国足球抓紧找女朋友啊 找一个会做这个动作的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动作 郝海东指导 包括你像 你要给他一个球 哎 你像这些 呃 呦 呦 最基本的吧 最基本的 这个对孩子们来讲 也说 呃 对稍微经过一些训练的 应该容易点 但是 哦 你看你你看球 啊 球一去的时候 你你们很害怕 你们都先把脚抬起来 啊 这就坏了 不对 哦 因为球还没来 你就先把脚如果拿点 你你你你怎么判断他 是吧 哦 你球你应该就是很 很轻松的是吧 而且 这样我们不用一直盯着他 不是这样一直看 啊 是吧 你应该基本上用余光 或者 射门之前的一刹那 或传球一刹那看一下球 最后要 要知道这个这个 你要去到哪 哦 球给你拉一个啊 来一个 不能看球啊 不能看球 不能躲球啊 别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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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拿手 准备好了 来 传 哇 你你轻点 哦轻点 传给队友 这不是术门 啊 对 对 他们他们都是 啊 哈哈哈哈 这这这这 这不再也是吗 你你给他看 不是 相对就是 你要轻松一点 对 啊 对对 对对对 是就是你一定要轻松的感觉到哎 足球的 感觉快乐是吧 你看 啊 你能垫几下吗 十下行吗 这好难啊 这个还能踢气这个 哦 哦 哦 我我我 我大概我能给他停的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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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十个吧 哎呦 不是你你得落地了 你不能一直这样 哈哈 这这样就难更难 当然 一个了啊 两个了 三个了 四个了 哈哈哈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人家老师踢的就非常自由 他就 哈哈 你踮一个 你甭帅话 你踮一个 哎 哎 你还不进王呢 你 哈哈哈 不踢了 像一般的这个可能就腿 你像你们都很直 啊 都都是直 啊 呃 要自然的玩去很很放松的 在说很容易啊 嗯 说很容易 但是你要经过 哦 很长时间的 对 要是要放松 relax 对吧 耶 耶 耶 chicken 啊 啊 你看啊 没有球之后 你马上就表现得非常好了 哈哈 当年就这件 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您 小时候需要练多长时间 呃 我到八一队之前啊 39次 才 我才颠了39次 我10岁的时候到了八一队 嗯 但是我 能经过在八一队 我一年的训练 嗯 就是我左脚一次又 怎么样 嗯 将近一个小时还没掉 哦 完了脚弓 这样一段 后来十二部位 十二部位不是从头开始 十二部位就是 脚背 脚弓 外侧 大腿 上来 尖 头 尖 胸 算一次 后来我可以 做36次就不掉 都一直这样 不容易 你感觉好像很容易 你真正踮起来的话 呃 不是很容易 这就要训练 练呃 它 提高你的一些球性 嗯 它不是说你颠的 越多 啊 你就踢的越好 也不是 但是它最起码 让你有感觉 对足球的感觉 因为足球你们知道 比如说我踢多远 嗯 它没有数学公式对吗 踢三米五米二十米 你说它用多多少劲 所有的东西在哪 比如说我问你们 你要踢多远 你以什么来控制它 使劲儿 一腿 就是这儿 这儿 哦 告诉你脚 是用多大的力量 这么专业啊 嗯 那多鲜鲜呢 你可以这样 我可以 哦 又 又 对 对 对 那好 好 同志啊 当年您 做运动员的时候 您的百米能跑多少秒 呃 一般的我们跑 进去十一秒没问题 十一秒七八 十一秒八九 十一秒五六 有的好的 你像有的 像曲波那样 可能能跑到十一秒三四都可 十一秒百米 大概是什么概念 我印象当中 好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五十米的满分是十二秒 哈哈 哈哈 百米对中学运动员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三五米的启动 哦 啊 而且是意识 他他要急停急转 哦 他还有球啊 嗯 而且有边线 您看啊 这个世界杯 这次这个巴西世界杯又开始了 嗯 应该说 中国球迷队 世界杯有独特的感情 啊 您呢 作为代表中国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这个队员之一 嗯 当年您是不是特兴奋 当时 在我们这一组的话 最终两个 一个世界 一个冠军 巴西 一个第三名土耳其 全部都在 对 我们的小组 我们跟他打了两场 嗯 哇塞 呃 当时你们可以看录像 嗯 呃 中国队踢得很不错 但是实力 嗯 确实是有差距 但是我们整场的表现 还是表现得不错 整个的队型啊 整个的 呃 也踢出了一些好的独特 但是 就是能力上 整体能力上的 差距 我们也有 也有 射门 也有打在门柱上 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 跟世界最强队 嗯 的比赛 肯定就是这样 你第一次进世界杯 嗯 这种差距太明显 那么 郝亚东知道 您在您的足球生涯当中啊 这印象最深的比赛 是哪一场 我小时候 我第一次 我十八岁打的 成年的比赛 嗯 当时在南京 嗯 我在五台山 我进了第一个球 一个远射 啊 这对我人生 很大的 嗯 经历和 非常印象深刻 大概是什么位置的 一个远射 嗯 应该在 进去湖 往外点 啊 我给周旭平 我们的中锋 传完了 他回坐一下 我迎上去没停 右脚打了一个远钮 啊 这是我八八年 嗯 第一次参加我的 成年队的比赛 嗯 再一个就是 可能 97年 我们当时 客场跟沙特 啊 我们 虽然0比1落后 但是我进了第二个 嗯 而且我还能 创造了一个点球 如果当时 第二个那个点球 罚进了 我们当时就进 98年的法兰西了 可以说当年 郝亚东知道 是很多这个亚洲球队 都非常惧怕的 一名射手啊 现在 好像感觉 中国队就很难 再要像您这样的 射手出现了 这是 嗯 我们整个 大环境 大环境的原因 并不是说我们的 孩子不行 嗯 那这次参加我们这天津卫视的 中国足球梦啊 有没有在我们这次 这个节目当中 发现一些个 比较好的足球的新苗子 呃 这些孩子们都是我的队员啊 都是孩子 都是我的孩子 呃 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节目 我能给他们让他们喜欢爱上足球 在这次中国足球梦当中有七位小萌娃啊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哎 就这七位可爱的小萌娃啊 还有一个女宝宝吗 爱美丽啊 这个也是我们 机械世界冠军中满的 女儿啊 一开始 他都 正常哭啊 都叫他上场 他不用说踢 叫他到足球场 他都哭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以后 他现在 也可以到场上 跟这些男孩子们一块去踢 而且比赛的时候 他都敢于上场 啊 啊 有勇气了 而且这么大的孩子 没必要 一开始 就让他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 他们都可以踢 我小时候还把门 我刚才 我在八队的时候 一开始没有位置 我踢的最差嘛 最小 啊 呃 所以你就把门去吧 我把门把的还可以 这是不是就是您后来非常熟悉守门员 怎么去攻破他们的大门的这一种 有这方面的 就算 呃 足球运动员不是 一定说一开始训练 而且 这么点小 男孩子女孩子都在一起 嗯 国外 对 不分男的男的女 都一块踢 所以 你多 有一些位置的精力 嗯 你会 知道 我在这个位置上 他是怎么踢的 那么我要是 跟他有 竞争的时候 我应该 怎么样 嗯 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我们这个也是 希望我们这些个小运动员们啊 在郝海东指导的调教下 能够一点一点的进步啊 这个 逐渐的从失败走向上林啊 嗯 今天呢 非常有幸请到我们的郝海东指导 我看现场的很多观众啊 也都跃跃欲试啊 想让我们这郝海东指导给指点一下 有没有愿意上来 跟郝海东指导 咱们近距离来学习一下的 哈哈 好 来来来 来到台上来 好 这是蓝衣服的朋友 还有吗 还有吗 来来来来来 这 很好 那咱这 郝海东指导 咱做一个 一般足球运动员 经常做的这种 抢圈的游戏 抢圈是什么 你先站中间 我站中间 你先 你不是要知道知道 什么叫抢圈吗 我们就来会传 你就抢就行 我抢谁啊 我要把球抢走是吗 对 碰着就行 对对对 这那遛狗的 这个怎么能抢啊 这 我让球去抢 让球去抢 我不行 叫遛猴 咱们这样 一开始呢 就是可能人比较多 两脚球啊 停一下 传一下啊 三脚你就进了啊 三脚你就 三脚我就算赢了 对对对 两脚球 对两脚球 算了我 这是你们一个活动环节 我退出 对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我抱了 可以 三脚三脚 进 哈哈哈 哦我会了 可以了 咱稍微近一点 再大的话 它就更没法抢 对吧 稍微近一点 对这样差不多 对 踢 哎呦 踢广 要差一点啊 哎呀 可以啊 好 我来抢一下啊 对 你基本上要赶到一边去赶 他这边 对 你把我给晃了 对 你没晃得好之道 你把我给晃了 没关系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 哦 哦 哦 呃 你要有反应 你你你你 你基本上就是 给他一个线路 对吧 让他只能往这边 对吧 只能往这边 他要传 但是 这个说容易啊 还是要有判断力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好 非常感谢 华海东 那那 华海东知道 您您点评点评我吧 您感觉我还 你是一个主持人里面 踢足球最好的 真的 那您感觉我以30岁的高龄 还有希望进国家队吗 没有 老年足球队 没有 没有 这些 比如说蒙着眼睛踢啊 或者什么这些 可能 哈哈 加油啊 好好好 谢谢 也感谢我们的乐观众啊 谢谢 就是华海东知道 您的这个爱子啊 这个好润泽 去年也在这个西班牙的联赛 打入了自己 第一个职业进球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就是 解释一下 我的儿子是在西班牙 学习 他是去留学去了 他正常的在学校里上学 那么他放了学 是去了西班牙 这阿尔巴萨特俱乐部 去踢 那么他当时还 未满16岁的时候 还有这种机会参加 他的大区的比赛 那么他参加了比赛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次机会 很巧的就是 他那天也是5月11号 也是用左脚进的 我96年打世界杯外卫赛的时候 当时是跟塔奇克 我们1比0赢 我也是进了一个球 当时1比0赢 我也是拿左脚进的 所以很巧 那当时他的这个比赛 您是在现场观战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当时还在北京 后来他是说了一下 我也很高兴 那您当时有没有感觉 这个孩子虽然说学得晚一点 但是如果说稍微您再调教调教 也能成一个职业的运动员 这不是他爹是谁 而且不是说我教他 他就能行的 这个需要是一个平台 一个整个的环境 一个他成长的 能不能在一个球队里面 经常有训练啊 比赛是这么一个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 紫城副业是天经地义 但是其实郝海东指导 作为这个一个知名的运动员 他的这个思想就是说 我的儿子不见得 真就能成为我 所以那看来我是有希望的 因为我没有郝海东老师这样的父亲 你一直想踢足球对吧 对 没问题 咱们等着这中国足球梦的时候 你多来 不仅解说你也上去踢 我们太好了 通过训练 太好了 争取在三十年以后进中国快乐 三年以后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 正好下一届的世界杯的预选赛 他去当啦啦队 那个期间 一定 你跟郝海东老师 你跟郝海东老师 我练球 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爱好 当时喝点茶 看看书 后来就现在我退役了 这两年以后 我要健身嘛 跑跑步 我去年开始 有时候有时间的话 会打打网球 那您平时唱什么歌什么的吗 不行 五音不全 不像就如果 我五音就能找着一个 那您平时都爱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一开始小时候 像我们80年在八队的时候 还看那个 当时还叫读者文哉呢 不叫读者 什么读者文哉啊 青年文哉啊 包括卡奈基 什么那个人性的优点 人性弱点 白杨的什么这些 江刚文化啊 包括后来这些 什么雪白雪红啊 北平从历史从这儿拐弯啊 类似这些 包括人物传记 只是没有说坐下来 说看一部明著 说一定从头到尾 有一些笔记研究不会 那说到这个足球啊 这个世界杯现在如火如荼 您给我们预测一下吧 这个本次世界杯的冠军 您感觉会是哪只球队 刚好于保罗 冠军不好说 我就说基本上 这个我们看到的球队的实力 巴西东道主 德国 再一个比如说金四强啊 我感觉一个就是这 有八支这个世界冠军的 球队里面有可能 但是我现在也比较看好 除了这八支 我看好还有比利时 哦比利时 世界各大职业俱乐部有主力 那现在很多这个球星啊 都会带他们的老婆 参加各种的活动啊 这个得跟你小八卦一下 您觉得谁那老婆 看点最高 我真的对这个 我们没关心啊 就是我只关心 这个球场上那些东西 这个也不是我们 重要的组成部份 重要组成部份 还是在球场上 有人有的没说法 说这中国足球队啊 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为这个相声和小品啊 提供了很多的素材 就成为了很多这个吐槽啊 这个焦点 那么您作为一个职业球员 在看到这些节目的时候 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没有 我就感觉可悲 您看啊 好知道 经常我们上网的时候 会有很多关于这个 中国足球的段子啊 当然也会有人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网友经常说 为什么 这非常感慨的说 为什么 13亿人 就找不出11个踢球的 对 您对于这种说法 您怎么看 所以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说法 你就找不出11个踢球的了 为什么 你只会说 你只会戴着眼镜 在电脑旁边 是吧 在手机上 在各个电视上 看完以后 来讽刺挖苦 漫马 足球 所以 没有行动 对 你什么也没干 说的这些人 他只会埋怨 为什么 13亿人当中 找不出11个踢的球 踢得好的呢 实际的原因 就是这13亿人当中 大部分都在吐槽 中国足球 他本身并没踢 是 他也没要 做一点友谊 比如让孩子踢 和鼓励别人踢 是吧 他还讽刺别人踢的 那你说谁还踢呢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 要想让中国足球 繁荣起来 我们应该给他 更多的宽容 更多的支持 如果你有时间 或者你让你的孩子 或者你有条件 都可以让我们 投身到足球的运动当中 这样我们的 这个足球水平 可能就会 一步一步地提高 我相信未来 对 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体质 而且刚才像我这种 不懂足球的女孩 女汉子 我玩了一下 我都觉得很好玩 对 咱不当是职业足球吧 锻炼身体 他也是非常有益的 对 而且我想随着 我们天津卫视的 中国足球梦的热播 我想也会带动很多 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喜欢我们足球 这场运动 最后我们也是感谢 我们的郝海东指导 也祝愿我们的 中国足球梦 收视长虹 请我们的沁怡送客 谢谢郝海东指导 谢谢郝海东指导 走 谢谢 我们让沁怡 先跟郝海东指导 再聊一会儿 我也跟大家再聊一会儿 但是不会聊的时间太长 为什么一会儿 我还得跟郝海东指导 继续练球 我力争在我60岁的时候 我得代表国家队 上不上场就另说了 说到足球 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但是要一提中国足球 可能就会令人比较沮丧了 所以一般遇到外国朋友 咱们中国人最爱跟人家聊什么呀 聊咱那擅长的项目 对吧 上次我遇上一英国朋友 我跟他聊上 我说你们这英国体育 跟我们中国没法比 你说跳水吧 我们那个跳水运动员 那入水姿势多优美 水花就那么一点 就跟往这个水里滴里滴牛奶似的 是不是没想到还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神一样的国度的存在啊 我以为这英国人就没词了 结果人说了一句话 你们英国人也够没面子的 这个乒乓球是你们国家发明的 但是你们国家在发明乒乓球的时候 是不是没想到还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神一样的国度的存在啊 我以为这英国人就没词了 结果人说了一句话 我立刻就无语了 是啊 我们国家发明乒乓球的时候 确实没有考虑到有中国这样一个神一样的国家存在 但是你们国家在发明醋局的时候 是不是也没有想到今天呢 今天聊了不少足球 足球带给了我们喜怒哀乐 让我们为之欢呼 也为之疯狂 更为之动情落泪 足球代表了顽强不屈的意志 坚韧不拔的品格 球场如人生 人生更像是一场比赛 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爱足球 懂足球的你 也能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场赏心悦目的比赛 好 本节目由优自来水仙水润精粹原液特约播出 大型足球励志真人秀中国足球梦 已经登陆天津卫视 七位明星子女组成萌娃足球队 中国足球梦就此启程 敬请关注 欢迎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 微视英俊秀 关注我的实名微博DJ乘勋 就有机会赢取天津欢乐舞套票大奖 手机看英俊秀 欢迎大家搜索下在IPTV 手机客户多半时达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英俊秀 我是乘勋俊 我们下期再会